好同学这部影片当中我们来介绍四行的过敏反应 那说明在前面就如同课堂上说的 过敏反应原则上传统我们想到的就是肥大细胞 事件星球IG这样的东西 但这个部分来讲实际上过敏反应应该这么讲 因为过敏两个字如果你不去细细想它的话 就只会想到传统上我刚跟你讲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们释放组织安还有一些相关化学物质 造成你本身的一些比如说分泌物增加 然后再来平滑机收缩等等的现象 但实际上过敏反应这两个词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它中文感觉上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身体对于某些事情可能过度了 就是说你免疫系统在这件事情上过头了 让你身体产生一些 其实也没有说到不良反应 就是说我其实希望救你这个个体 但是在这个反应上面可能反而造成个体更不舒服 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死亡 OK所以现在过敏反应才会分四型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四型是哪四型 第一型在课堂上已经算讲过了 叫做急发型的过敏反应 它就我们传统上认为所为IgE所媒介 所造成的一个免疫反应 那就注意是肥大细胞试检性球 那如果你接触过敏源第一次没问题 第二次因为IgE已经standby在那边了 所以接下来就会因此而造成说 肥大细胞上面的IgE跟抗原结合之后 就会造成去颗粒化反应 也就是颗粒化在肥大细胞里面 是储存有后面这些什么组织胺等等的物质 然后出现之后放出来之后 就造成了严重的后续的第一型的过敏反应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现在常看到的 比如说你严重的时候造成平滑肌收缩 休克死亡 或者是说还有造成像下面的地方有 也不是下面啦 就一般大家常见的一些气喘啊 失诊等等一些人这样的症状出现 好所以第一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 那从第二型之后大家就开始小心了 请你会发现第二型之后 是一些你生活中 很可能会见到的一些疾病 不能讲疾病啊 就是说一些你身体对某些物质 产生的一些不良反应 或者是说书写上造成的一些问题 都会从第二型后面这边来呈现 那你甚至有时候发现说 老师以前我们课本啊 中学的时候学校老师都不是教那个 在过敏里头 没办法 因为后中西已经考过几次 关于这四型的过敏反应 所以千万要小心 来我们赶快看第二型 第二型叫做抗体依赖型和细胞毒杀过敏反应 然后这个非常有趣 它综合了两个名词 也就是说知道体液免疫 还有细胞免疫通通都有关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B 好B的部分是这样的 内源外源都有可能 好重点就是反正内源外源的抗原都可能 然后再来就是巨尸细胞 速途细胞 这两个东西大家知道它们要干嘛吗 要做抗原呈现 好 但这个抗原呈现过程中 最后在引起怎样 B细胞主导的那个体液免疫 而且重点是 接下来这些体液免疫产生的抗体 是对抗自身细胞的抗体 好 所以同一 很特别的就是在于说 它这样子写 中间好像跳过谁 辅助T细胞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 其实应该没有跳过辅助T细胞 因为前面两个APC 呈现完给辅助T细胞 辅助T细胞再去找B细胞 引发后续的免疫反应 好那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呢 可能是比如说 我今天产生的抗体 对应的那个结合位 刚好跟体内的抗原很像 就造成自体免疫的现象 或者是说还有等一下 你不是对自体免疫 而是对别人的抗原免疫 而这也是有关的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指定说 一定要对自体的抗原产生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IGM IGG 然后再来回去看一下那部影片吧 藉由古典路径来引发 补体系统的活化 那记得那个编号怎么变化 好回去看影片 再往下看 那这边抗体依赖细胞媒介 简称为ADCC 也就是说 今天假设IGG辨识出来 它就跟它结合 结合完之后呢 你要知道自然烧手细胞 或吞噬性的细胞 就认识你了 认识谁 认识IGG的一个固定区 恒定区的地方 那跟它结合 结合完之后呢 就会造成说破坏 IGG结合的目标细胞 那同时问题来了 如果这抗原是自己的 它就照样给你破坏 没有再客气 所以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 也主要这两个 好比如说IG血型 跟ABO血型的书写反应 都属于所谓的第二型的情况 好再来往下看 第三型叫做免疫复合体 媒介过敏反应 好那同时请看一下 B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在强调的 就是你的体液免疫当中 会产生本来可容性抗原药 跟抗体结合的时候 会产生所谓的沉淀 好那现在量太多了 量太多 就应该不能讲沉淀 应该是说 它也不是真的沉淀下 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那些吞噬性的细胞 要把它处理掉 可是我们还是说 这样的结合成复合体 叫做沉淀反应 这是没错的 那只是后面这句话 再强调 来不及清干净处理完 所以吞噬性胞 来不及处理完 放心 四中性球也会继续处理 但是因为四中性球 来处理的时候 好像会造成不小心 酵素有所谓的一些 释放的现象 伤害那附近的细胞 然后你知道吗 受伤细胞喜欢干嘛 组织胺啊 等等东西释放出来 就造成所谓的发炎反应 好 所以呢 而且还没有完 抗体抗原复合体 当然继续活化 补体系统的反应 然后这个也是必然 可以发生的 所以你看就两个部分 千万小心 好 在你这个抗原抗体复合体 太多 在某些地方 来不及处理掉 那就会造成后续像 类峰式性光节炎 所以你说 它不是自体免疫反应吗 对 它算是其中一种 但是也被视为第三型 红斑心肠充炎呢 也是自体免疫反应 也是一样 好 再来 蛇毒破伤风的动物血清 自己所制造成的过敏反应 然后同意要小心哦 并不是对蛇的毒素产生过敏 并不是对破伤风 这个毒 产生的毒素产生过敏 而是 我们会事先利用 其他动物来制造 对付蛇毒的抗体 对付破伤风的抗体 结果我们的抗体呢 后续跟着产生 跟这些动物已经产生好的抗体做 专一性的结合 是对方的固定端 啊结合完 完蛋了 现在就变成抗体 接抗体 好 那总之就是造成你现在看到的 就上面的这样的星星 来不及处理 那就变成 失踪性球出场 哇 酵素外泄 后续连接 就这边会变得很多麻烦的事情 发生在生物体内 后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红帆性脑 冲炎像中 自体免疫 你也知道 后来其实有可能会 严重到死亡 这个样子 好 这是第三型 好 再来第四型 第四型 是所有四型的过敏反应当中 唯一不牵涉到抗体的部分 是的 好 这个叫属于磁发型的 要花一点时间 好 请看B 关键字 辅助T细胞出来 它是辨识聚氏细胞 MCC2呈现的抗原 然后接下来聚氏细胞呢 会分泌IL12 好 叫做所谓的 interleukin 戒白素12 那戒白素课本上 只介绍几种 但实际上 它的数量 也很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免疫学才有的 好 那刺激T细胞增生 辅助T细胞在分泌 戒白素2号 跟干扰素干嘛 然后诱导更多的辅助T细胞 好 此时呢 辅助T细胞也会继续往下 活化包毒性T细胞 好 接下来呢 造成怎样 后续apoptosis 发生在各个地方 好 那再来呢 这东西放出来之后 聚氏细胞也会聚集 再继续把东西吞 吞的时候呢 问题是 这些细胞也不是很安分啦 它还是得要分泌细胞基础 想说 诶我再活化一下别人来帮个忙吧 尤其诶 这张辅助T细胞再加强一下 也有可能 好 造成后续这一个地方的发炎反应 那目前常见关于第四型的话 有金属过敏 药物过敏 跟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 所以过去 这跟我们以前传统上 想象的过敏反应差很多 好 那我们还没完哦 我们最好还是审视一下 全部的概念 来同学请问一下 过去 你在学校学过的过敏反应 讲到了哪些例子呢 好 来 比如说像这边 好 这个没问题 这传统上学校会讲的 好 这个也是一样 学校老师们绝对没有讲错 只是因为过敏反应在 一般的状况下 跟现在免疫学 他们的分类的状况下 确实会稍微有理解上的不同 好 再来 就看过敏反应的话 再来 这个 这个确实课本以前都是这样子 舌头破伤风 再来还有就是 金属过敏 药物过敏 然后再来 清卵因子不算 不算是以前 一般人所熟悉 口语化的过敏 好 所以同时我有答 蓝色勾勾的部分 就传统上 你会误以为是第一型的 真的有些是第一型 没错 但小心 有些你传统上 误以为第一型的 可能像舌头破伤风 它的抗体背 你身体觉得不舒服 它对它过敏的 是第三型 然后再来 金属跟药物 则是第四型的部分 OK 那我们过敏反应 解释到这边 你更好感动的 你更好感动的